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大家支持黑暗中對話 近期在香港談論得最多的就是愛護國家的重要性 究竟愛護國家的情懷是怎樣的一份情懷呢 2019年9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陳韻哲的一篇名為 在實幹中彰顯愛國情懷的文章 文章指出愛國是怎樣 他說愛國就是要聽黨的話 跟黨走 堅決擁護黨的領導 堅決執行黨的決策 完成黨的任務 做黨的忠誠衛視 堅決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不負時代重託 不忘使命所係 奮力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努力成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不知道大家對近期國內人民群起抵制 不用新疆棉花商戶的行動 是否這些行動真的能夠表現上述的愛國情懷呢 新疆棉花風波一刮起之後 聲稱棄用新疆棉花的商品代言人 紛紛割擠 人民都湧出來表示要杯葛這些品牌 他們的行動包括燒波蟹 拆了公司的指示牌 剪了有關公司買回來的成衣產品 但奇怪了 當有減價潮的時候 優惠、優惠竟然比外戶國家的情懷更加具吸引 除了H&M、Nike、Adidas被針對之外 大家有否留意到 瑞典家具品牌IKEA 現在都曾發出過它用新疆棉的聲明 題外話線 有一項冷知識可以和大家先分享一下 這間公司的名字應該怎樣發音 英國人大多數把它讀成IKEA 瑞典人就把它讀成IKEA 最特別的是 當現在公司的行政總裁 對著英國人民的時候 他就會用英文的讀音 即是IKEA 對著瑞典群眾的時候 就會用瑞典的讀音 IKEA 所以你怎樣讀也是可以的 上海IKEA隨匯店 因為重新裝修 四月頭就三門大吉 預計是八月再重開 反正都要清貨 IKEA決定在三月下旬 開始一個大規模的清倉促銷 有些商品減到三折起就可以買到 雖然事前已經有網民提醒過大家 IKEA也曾經發出過他用新疆棉的聲明 還叫同胞 你們不要忘記國壽家恨 他們都是反新疆棉花的 這個要抵制新疆棉花的公司 甚麼事都沒得了 你以為還大張旗鼓 說要裝修新譜 甚至有些外國人士 在上海隨匯店的會場裡面 寫上支持新疆棉這些字句 但仍然是無阻 群眾想選購深水嘉品 有些課家直接被人搶救一空 甚至有人在場內發生了一些 互相推撞的情況 這些就是中國人 這些就是我們中國人 我們的外國情懷 無論怎樣外護國家 似乎都抵抗不住三折優惠的人有 會不會覺得有些可笑 大家可能未必有看到 但也會留意到有一個報道 就是TVB先前播出的新聞節目 尋人記裡面 主持方東升約很多年前 訪問過的一個肥嘟嘟的男生 去到茶餐廳做訪問 長大了的肥嘟嘟的男生 變成一個肥嘟嘟的男人 這位受訪者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 T恤的胸口前面 有一個很大的Adidas logo 雙標 但每一個拍到大雙標的鏡頭 都被模糊化了 事件引起網民的關注 有些人認為 上票太大了 無線 只是不想幫人免費賣廣告 有些人認為 當然是Adidas 內地網民抵制 所以要和Adidas割席 在我先前的評論之中 都曾經提及過一個現象 以往曾經有一些文字傳媒的老闆 因為某一些專欄作家 寫了一些較為敏感的話題 引致抽起整篇文章 甚至為作者刪改了部分內容 這些行為結果引來很大的迴響 反而甚麼都不做 由得這篇專欄出了街 可能大家都沒甚麼留意 TVB這次的動作 同樣是收到這樣的反效果 不少人都說 無線借完logo雙標之後 外形又留在這裏 一眼就認得 還變得更顯眼 和徐浩營之前 想說捉掉那個Nike的Tick一樣 真是不枉多樣更為外眼 網民亦發現節目開始的時候 無線是播出十一年前訪問林雪的片段 當時林雪也是穿了一件運動外套 也有Adidas的商標 而另一個受訪者和主播一直走樓梯的畫面 特寫他在走路的時候 穿了一雙是Nike 但這兩個情況 商標都沒有被模糊化 憑著我多年在TVB的工作經驗 我是傾向相信 TVB這樣做不是要抵制Adidas 純粹是一個商業考慮 商標太大了 不想免費為Adidas 免費做宣傳 如果Adidas願意付錢的話 我肯定TVB一定有千萬個願意 去配合這個宣傳 有錢賺嗎 TVB有一個部門叫Merchandise and Licensing 專門處理這類型的商品植入廣告業務 大家可能沒有發覺 很多時候在東張西望出現的訪問 有給錢的品牌 它的商業標記是可以在鏡頭面前出現的 沒有給錢的就會被模糊化 甚至被遮蔽也會有 遮蔽這類型的商業標記不是沒有困難的 雖然現在的科技很發達 但這樣做不是不需要投放資源的 不過就這個個案 問題就是電視台少了一些敏感度 在這個時候做這件事 就會帶給人很多另類的想像空間 不過也有可能TVB根本不介意給你這些想像空間 反正或者可以買一個順水人情給國家 只是沒有想到這個處理 反而會為Adidas帶來宣傳效果 大家同不同意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e 曾比特 我已經訂閱了智雲頻道 你們訂閱了沒有?